另外也請各位動動腦筋 我早上也講過就是說 我們有個STAR 這個STAR 印出來 這個方向到12個 1到12對不對 我早上跟各位講 請各位把它倒過來 比如說再把它版本 加一個reverb 就是把它倒過來 倒過來基本上 其實差別在哪裡 請各位思考一下 其實這個還蠻花腦筋 但是你如果可以 哪個方向都要有 甚至你要怎麼排列都OK 甚至你要正三 你要一個三角形的話 裡面就要再配有什麼空白 那個更複雜了 但是這個就是 算是練 你練功啦 有點像你經驗值 你要一個coding能力要夠強的話 其實這些都不可少的 如果你這些都OK的話 基本上也許將來 因為其實現在如果你要走coding的話 基本上你去interview的時候 第一步他們還是會給你一個測試 考什麼?考回圈啊 多半都是考回圈 那如果說你這個回圈很熟的話 反正出一個怎麼題目 反正你還是可以跑得出來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多下點功夫 那其他像那個 考證照部分 像軟體設計 國家考試有乙級跟秉級 乙級太少太難考了 因為乙級有Java 可是通過人數手指頭數得出來 太難考了 那秉級比較好考 但是還是不好考 通過人數目前大概也差不多一兩 再兩萬人 兩萬多人左右 各位可以上老闆會的 那在那個 軟體設計 秉級裡面考的 就是考回圈 考 第二站的地方就是考回圈 考4回圈 快要回圈 度回圈 隨便抽一個 那你可以用 他要的方式把結果跑出來 才算通過 那有兩站 第一站第二站 那裡面也是考這些 所以你這些觀念清楚的話 無論說你去面試 做比試也好 或者是說你去考證照 其實都不是太大問題 因為這些都是相通的 相通 所以請各位等一下 試試看 把這個正向的 把它改成反向的 然後再來的話 把它怎樣 再另存一個 壞 這個是壞的部分的話 也可以把它跑出來 請你把它改 壞了之後的話 把這個壞改一下 然後也可以跑出正向跟反向 我想這部分的話 是很重要的 看起來其實 也是原理原則沒什麼 但是你如果這些都可以 就是很熟練的 把這些一下子 都可以解出來的話 那我想將來你在工作上面 應該就會很得心應手 因為我們在處理這個 電腦的問題上面 最重要就是說 如何讓電腦幫助我們 下達一個指令